各位網友,這幾天最正分析都收不到推播、收不到通知 但反而我問你,是被你買報的時候收不收到通知,收不收到推播呢? 網友又說有,不知道為什麼是否只有最正分析這幾天有這樣的情況 不少網友就說沒有通知,沒有推播 可能有時候YouTube說不知道搞什麼東西 大家現在就檢查一下有沒有通知 我看看網絡、畫面那些是否OK 今晚為什麼會晚了一點呢? 因為稍後1點半凌晨的時間 香港將亞洲杯對著伊朗 現在知道這場球會由敘利亞籍的球證 負責他執法 所以稍後也會和大家看 香港對伊朗的賽事將晚了一點 我剛才欺負了一陣子,沖了一會兒,不過還沒吃飯 網友繼續說,譬如TV說繼續是沒有通知 不知他為什麼 因為明天早上要很早起床 也是九點,星期六早又有足球比賽 7點要起床 所以基本上,做完最正分析 跟大家看球到半場就 盯一下飯來吃 然後再跟大家看完下半場 看完下半場就要睡覺 明天早上就起床,踢球了 好了,事不宜遲 請問